乌克兰指控俄国攻击购物中心 造成至少18位平民丧生 面对指控 俄国官方再次否认到底 声称俄军已精准攻击 瞄准存放欧美武器的工厂 是因为弹药引爆起火 才会波及到旁边的购物中心 还变称购物中心早就废弃不用了 当时没有人在里面 但种种说法都被乌克兰官方打脸 国际媒体也事实查核 判定当时有两枚飞弹落地 第一枚就直接命中购物中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呼吁 联合国将俄国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应该要被逐出联合国 飞弹落地直接命中购物中心 冒出巨大火球 残骸满天飞 这是购物中心北侧的一座公园 监视器清楚记录数百公尺外的爆炸威力 第二枚飞弹把画面中的男子震倒 来不及管身边的女伴 跳进池塘保命 正拨划过水面 吓跑鸟群 民众奔逃 寻找掩护 俄罗斯疑似再次大规模击杀 乌克兰平民维持开战以来的策略 自圆其说 所以是火灾 不是瞄准平民吗 俄方声称已经准攻击 瞄准旁边的工厂 还说购物中心早就废弃不用 乌克兰痛斥俄方谎话连篇 否认存放武器 BBC与CNN等国际媒体 事实查核 两枚飞弹 第一枚不偏不倚 打中购物中心 残骸中已经找不到生还者 泽伦斯基与联合国安理会视讯 要求各国把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并逐出联合国 但只怕短时间内 乌克兰面对俄罗斯 军民不分的空袭 无计可施 张立德编译 本期的前进 毅网站 请订阅